欢迎去看关系的习客 雨雪 我们看到现在 沈博洋说 他要申请一个随护 他为什么要申请随护 他又说 傅昆祺救了他一命 原来他说 他要去一个不怎么安全的国家 而且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国家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去了 因为傅昆祺强推一个法案 强推这个法案 让他不能上飞机 他就取消取消 居然有人就跟上飞机 跟上他这个行程 他心想像细思忌扣 如果他真的坐上这个班机的话 他会有安全上的问题 因为有这样的安全上的问题 所以他要申请随护 可能跟我飞了同一班班机 然后呢 在那边用了我的名字 然后呢 也上了这个 上了车 然后到旅馆做了报道 然后被发现之后呢 就不见了 所以呢 就是 我为什么开玩笑说 傅昆祺救了我一命 就是因为 我是因为傅昆祺 在强推这个法案 所以我取消了这个机票 雨雪 我说他根本不用 搞什么黑手学院 他搞一个台湾的情报局啊 管理我听完沈博洋 这话之后我恍然大悟 不是 我今天才知道 沈博洋是台湾的007 对 他是我们台湾007 台湾的第五众队 随便你什么称呼 但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会相信台湾 冲刺的到处都是第五众队 随时想要危害他 为什么他会相信说 真的有一个来自新华社的记者 可以进入台湾的政治节目 为什么 因为他这段话 我们细细的数来 他说 他原本呢 原本要跑去一个很神秘的国家 而且这个神秘的国家呢 要召开一个神秘的国安会议 他的位阶非常重要 他说他为什么受到阻牢了 宝洁哥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傅昆奇在立法院大吵大闹 一路闹到了5月28号 而他拖到最后一天 原本他5月28号要出国嘛 所以他就说好吧 那这个航班 我不去了 因为我要守护台湾 我是台湾的中间力量 结果他说 发生了一件毛骨手来的事情 什么毛骨手来的事情 他说他原本是不是订了机票 是不是有班机 而且该讲 去一个不怎么安全的国家 而且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国家 好神秘喔 对 不怎么安全的国家 而且非常神秘的会议 是什么呢 不能告诉你 但他说我的那番班机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发生什么事 竟然被一个 也叫做沈柏洋的人 坐上我的机票 跑到我的旅馆 甚至出席了那个会议 用他的名字出席会议 对 所以跑出了另外一个 莫名的沈柏洋 太可怕了 他说而且在会议举办的时候呢 然后被试破竟然就最后 你知道有没有打到人吗 有没有打到人吗 没有 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还敢讲的 他是在出发前一刻取消班机 然后他就接到国外喔 国外安全团队的电话 说有人冒用他的身份 在机场坐上车后 在会议举行的旅馆 报到时被试破 然后就消失不见踪影了 对 太可怕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跟你讲说 我们台湾的政论结果被渗透了 但他绝对不跟你讲 是哪一间找不到 也抓不到 然后跟你讲说 有人冒用我的名义 去参加一个非常危险国家 非常危险的国安会议 结果也抓不到人 反正又死无对胜 而且他讲 他讲得真是太好听了 该会议是一个极机密的会议 基本上除了参加者之外 没有人知道 一个极机密 只有参加者知道 没有人知道 而且那是一个 没有人知道的国家 不安全的国家 竟然有人可以冒用他的身份 而且那个人就是要跟他搭同一班机 对 要危害他的人身安全 而且你说这个不安全的国家呢 最后我回到台湾 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 因为中国干嘛 寄出台独机死心 所以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神父要做什么决定 申请谁务 我要请谁务 因为我害怕 我看完之后我只有一个想法 神父你真的还好吗 我不怪他了 我不怪他认为说台湾的这轮节目 为什么会有新华社监控了 他是民进党的不分区 而且是第二名的不分区 不是 他是赖清德的扛放 他是赖清德的门面 他是赖清德提名男性不分区的第一名 我再讲一次 他是赖清德提名男性不分区的第一名 但我们看完这个 你以为这是第一期吗 没有 沈柏扬这个有状况很久了 你看他曾经也讲过另外一期 他说 2023年9月8号 那个时候他跑去参加什么 WFTA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 也是一个大会 很重要的会议 但是是公开的 这一次就不击免 他说我回到饭店旅馆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些很诡异的事情 什么诡异的事情 他说我手机插头被拔起来 手机被拔起来 我行李也被动过了 然后我想说 我明明没有叫人家来打扫 很奇怪啊 我想说 可能就是有人不小心进来了 玩一下手机我就昏昏盛许 不是啊 沈柏扬 你不是说大家要时时刻刻 保持警觉 时时刻刻注意匪迭在你身边 好 那你回到旅馆以后 你发现从手机的插头 被拔起来的 你的行李也被动过了 然后你就干嘛 无所谓你就继续睡了 对对对 这个我们讲了 不需要多谈 跟他讨论到 这个两个月前 我们讲了 有中共新华社渗透消息 他说什么 他说不值得一提啊 这个有人入侵我的房间 也不值得一提 结果你看他继续讲什么 但是我后来吃完早餐 回到房间 要用电脑的时候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看什么可怕的事情 后面多了一个便当盒 而且里面是什么 炒饭 还不是吃便当 然后甚至附近还多一个贴纸 所以我就吓到了 他说太危险了 对不对 而且呢 后面还是这种滑板的贴纸 滑板还警告我 保里哥你知道警告什么吗 Warning 说有人在警告我 有人在警告我 说好滑板很危险 他说这种事情常见吗 保里哥 但是我跟你讲 沈柏洋的灵异故事 绝对不值得这一桩 他只有更紧张 没有最紧张 只有更恐怖 没有更恐怖 他说什么 他说我318的时候 也曾经发生过一个 非常离奇的事件 那个时候我人在哪里 我人在美国很多人都以为呢 我318旋运人在台湾 但不是 那个时候呢 刚好我就很热热心的 硬制了所谓的 打了这个所谓的懒人包 我叫反服貌的懒人包 对反服貌的懒人包 但是打完之后呢 我就特别寄给台湾的这种印刷厂 说请台湾这边印发 给现场参加318旋运的人嘛 但是有些热心人士就说什么 哎呀博洋博洋 我知道我看到你写得特别好 希望呢 你能够再打一份QA出来给我 QMA 让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呢 快速的跟民众说明 就什么样的说好 但是因为他人在美国嘛 他在美国的加州 那个时间点呢 已经半夜了 将近快两点 他就说好 那我就上去我二楼都书房 跑去书房之后 我要干嘛 打开电脑 然后我要开始输入 然后今天他说突然发生一件 非常可怕的事情 又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了 电脑网路没了 而且我跟警察的联系也断了 然后说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 太离奇了 你知道他干嘛吗 他马上拿着手电筒 然后就往外冲 他说因为我外头 我家里这个网路像有一个像水沟盖的东西 我把这个水沟盖打开之后 我还用咬着的哦 他用咬着手电筒 代表非常的紧急哦 因为摸黑哦 那他说照下去之后 完蛋了 太可怕了 不敢自信 什么不敢自信 他的网路线松脱了 松 他说他的网路线是垂掉在那个水沟盖里面 对而且他也具性描述 这个松脱不是说自然脱落 看起来像是有这种非常强力的外力介入 那为什么他会感到那么害怕 说因为我那个时候不只是处理所谓的服貌事件 我还讲了 我同一个时间也在处理中国内部 来哦 中国来咯 维权的事情 睡宝里哥你知道 他说我吓到马上 拔腿就往屋内跑 还有一个完美的happy ending 代表他是真的内行的 内行的 好不好 写了出这种故事 雨雪 他现在还预言哦 接下来两三个礼拜 他会持续被攻击 对没有错 我们来看一下沈柏阳这位 灵异学家的一言所 他说有通报的话 他们就会说我是指挥办案 但现在为止 重点是有通报没通报 不是啊 惠生刚刚跟我们讲了老半天 保理哥请问他到底有没有通报 不知道 哎呀不知道 哎呀呀什么样 用一个不知道的方式 他说没通报的话 就会变成重放人犯 反而总言之他还讲说什么 他说其实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 都是源自于我责任重当 为什么 因为当初就是我那个惊天一摔 所以呢才导致 现在的风风伯火闹得沸沸扬扬 大家疼惜我联系我 我是整个阻挡不会改个无法的 第一选举 所以我必须帮沈柏阳 封上一个封号叫做白日梦冒险王 当然这件事情的源头就是 自由时报写了一个刚刚讲的 继续迷有情节有故事有人 但是他就是没有点名的一个报道 25号到今天已经三天了 到三天了以后 他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发展 这么重大的事情 我们在讲要抗中保台 我们要说不让中国的手伸进来 如果有一个中国的媒体记者 而且刚刚刚讲 记彼有讲了 一个外面 一个中国的记者来到台湾 你所有的行动 其实是要被注意的 要被监控的 既然你可以跑到台湾的电视台 比手画脚 你可以来台湾的电视台 去指责 要求你的路线要怎么走 这还得了 可是我觉得恐怖在这里 现在看你现在到底有没有证据 你现在如果没有证据 这个是不是假的 你根本是要用炮制的 用抹红的方式 要所有的媒体晋升 而且今天已经有一个主持人 因为讲的不是大高 他吓到 我没有想到当主持人给讲这种 他说他再也不敢逆向了 我觉得今天的状况就是说 政府跟媒体 你们两个合起来炮制这个事情 讲这件事情有没有 真的很好查 因为你的情节写得这么的清楚 对啊 那理论上来讲 如果有 我们以前做记者 你就是一路跟进 我一路杀到底 你保险否认 我跟你讲 1234567就是有这个 不然你就快快认嘛 我写错新闻我就认了 没有道理是这样 现在就说 他写了一个新闻 然后他进度停在那个地方 没有任何东西 然后后来就讲说 这个人说有这件事情 那个都说有这件事情 然后呢 你问到民进党 民进党就说 你看那个是一个 有信赖的信的媒体 他们讲的应该是真的 假 或者说 假如是真的 所以我就要怎样 然后到底是不是真的 完全没有任何人去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你今天来讲 你该查你也不查 对不对 你今天来讲 秋锤正讲说 确有其事 对不对 那你确有其事 你就告诉检调啊 就查啊 你就告诉NCC啊 NCC就不用发函给大家说 你们自清嘛 对不对 就只要发函给刘宝杰说 你的节目上有没有这个事情 就好了嘛 某人某年某月某时 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 对你比手画脚 你跟我从此招来 对啊 就这样就好了啊 你现在的状况 最后是说 你现在就准备大家混过去 反正我NCC发函回来了 半个月后 大家都说查无止事 就了啦 这事情忽忽忽不忽忽了 现在的状况就这样嘛 你秋锤正敢讲 你在国会订队敢讲这个话 你就要负责啊 你把东西给移送给剪掉啊 开始查到底是谁啊 对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应该要搞个水落水 不是 而且这跟你民进党 以前办国安的秋楼 完全不一样嘛 以前你是等于说是 八方风雨 雷厉风行事 半夜半夜 半夜几点钟就完全查的耶 对啊 那时候的王立强 那时候的向欣 那时候包括 那个新郎的王炳忠 对不对 你都是 一有事情 你就马上整个全部 铺垫概率下去啊 对 你现在怎么会Q起来 现在每个都讲得很大声 说我要罰你200块什么东西 结果什么东西 一件事情都没有做 就是你到底 你到底 讲说抗中文很重要 我们也认为国安问题 必须要很严肃地面对 尤其是媒体说 媒体如果被人家操控 这对我们的媒体来讲 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个是多大的羞辱啊 对啊 其实我问题 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 你还不能讲 你还不能谈 谈了你就说 你这个对号入座 关你什么事情 还说你急了 说你这个什么的 此地无垠三百两 如果我不讲 你就说我默认了 还是怎样 你真的要我A到队 死亡啊 不是 而且其实 因为我们这圈子 每个人都知道你在讲 你在讲谁啊 对不对 你秋材这都已经讲 却有其事了 你不知道你在讲谁吗 对不对 这东西当然应该要严肃地面对 你透过媒体报道 媒体报道之后 你的行政院长就给你挂保险 你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也可以进入会 甚至你的洛委会的主委 也说却有其事 由官方提起做保证 保证以后 你就透过你的测译 然后跟你讲 有的没有的 然后我就说 我们要说明说成绩 我们也做了说明说成绩 然后就说关你什么事情 你干嘛自己跳出来 你干嘛自己对话入座 天你这样有这种事的啊 而且他们现在还 你真的把我当业元支啊 性子挑染的吃啊 他们现在还更恶劣是说 你现在来讲赵博这件事情 现在看起来就是没有嘛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不敢讲 他们就不跟你扯这个 他就讲说还有其他的 还在查 还在查 东森没有这一件 还有别的 他在恐吓我 他在讲还有别的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你这样闪得过去 就是你不断的靠放话 你讲一件事实出来就好 我觉得一码归一码 这种事情不管是 不管是透过什么管道 我们都应该很严肃去面对这件事情 东森有例外查 那赵博这件事情 大家先讲清楚到底有没有 对啊 你怎么敢抹红抹黑抹到这种程度 现在他们没有 我觉得他们就没有什么不敢的 反正现在 没有不敢的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抗中保台到底啦 所以我现在就是能够吵 能够吵到多大就吵多大 前面跟国会干 现在跟媒体干 第二拳 第三拳干完就跟第四拳干 就是这样一路干到底 你要遍地瘋火 一定是遍地瘋火啊 现在状况就是 如果干到底 我民党才会团结 我才有可能把蓝的干倒 所以我现在就怕事情闹不大 就怕这个事情社会太和谐 我就是一定要把他闹到 大家很对立 通通团结进来 像沈柏洋讲的这些故事 你才很会接受嘛 沈柏洋居然讲要请保镖 我真的觉得很纳闷 你是黑熊学院 你要教大家怎么抗中保台 怎么保护台湾 结果第一时间你居然去请个保镖 对 别人交钱给你的人是算什么 每个人都可以跟你 你今天是立法委员你可以请保镖 什么东西啊 请保镖 那些立法 那些跟你交钱的人 他有办法请随务吗 没有办法 集政组会是准吗 就是你现在来讲 你的言行不符到这种程度 你的人设他也完全不去想 他觉得这个座座很棒 我都考不懂他在想什么 好 谢谢金平 刚才讲的 这件事很清楚就是一条边 然后你今天大家对你捨不养的旨意 是说你说你两个月前就知道 然后开始东晒西晒 说我两个月前就知道 可是我只听说我没有证据 所以就不值得一提 那你现在又跳出来开记者会 那你要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然后开始说什么 大家在这个所谓的破坏他了 未来两三个礼拜一定会针对他了 然后就开始讲了 讲了一个神秘的故事说 我被副婚旗救了一命 本来我就参加一个不知名的地 大家不知道的地方 一个不怎么安全的地方 只有出席者才知道的会议 结果呢 有人冒我的名字去参加这个会议 被视播了以后才仓皇离开 你看太贵了 你不觉得沈柏洋的这个套路就是 他会讲一些很耸动 或者是很惊悚的事情 恐怕连他自己讲出来 都不太会相信了 但是他就讲的煞有其事一样 然后后面再来做一个这个改口 然后补充 可是那个改口之后 已经让大家觉得听了 你在讲什么 这不是你说的吗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记不记得之前在王毅川 闹出那个监控 小早的证据 可以分析那个人数的时候 沈柏洋跳出来帮王毅川讲话吗 那时候他不是说 在台湾啊 有一批这个人 而且为数不少 大概几十万人 这些人啊 有些人在中国做生意啊 就是我们的台商 有些人他的这个老婆 家庭都在中国大陆做仁值啊 还有这些 包括当过立法委员了 还有这个教授 学校的教授 还有这个村里长啊 这些人啊 恐怕这个 都是风险很高的一群人 就是高风险族群 这一群人有必要要列管 这个言论一出 不是大家吓一跳吗 对 你自己都说 这个人数高达几十万人 要列管 台湾才两千三百多万人 你有几十万人就要列管 那几十万人 你如果认为 你还有查不到的黑数 你要列管多少人 所以知识体大 那当然引起媒体和舆论大家的抨击之后 说你的言论比王毅川还夸张 就他马上改口说 我所有的这些高风险族群 只是说 他如果有跟中国大陆要接触的话 必须要申报 怎么样申报 什么都是你在讲啊 人也是你 鬼也是你 什么都是你在讲 那你前面讲 有高风险族群的话 所以映照他这一次 把这个自由时报的事情 去帮自由时报去讲说 我两个月前我就知道这个状况了 那两个月前知道这个状况 你为什么不跟国安单位举报 你为什么不跟调查局举报 不值得一提 你是立法委员 你就算你不值得一提 你不是认为这是高风险族群吗 你认为这些都是高风险 在你之前帮王毅川讲话的时候 你认为有一群高风险的人 就是你口中常常挂在嘴边的第五众队 第五众队你在一个立法委员讲出来 我以前采访去 我跟后子说跑的立法院这么长期 民进党的立委不太喜欢去讲第五众队 连以前已故了蔡同龙 蔡公德 蔡委员 他是等于是民进党 还有台派里面算是很敬重他的前辈 可是他讲到第五众队呢 他都会嗤之以鼻 他那种这个不是会引用到 说好像把他写到这个新闻稿 或者咨询里面 我觉得怪就是你知道吗 沈柏洋很多的想法 他用了很多的字眼 我虽然是长期跑民进党的 那都不是长期跑民进党的 而且刚刚讲你的第五众队 我很敏感 第五众队我们有三个主要的敌人 什么叫三个主要的敌人 一个是共产党 中共 第二个是什么 台独 第三个 第五众队 第五众队其实 那是警总搞的 那是政战搞的 那是老蔣警总时代 要钳制台湾人民思想用的语言 没有错 所以这个名词 专有名词 你去维基一下 科普一下你就知道 而当时老蔣时期 就不断的拿这个来讲这个反共 然后拿这个来讲 包括总政战局 以前要总政战部 然后还有军事情报总队 就是反情报总队 军事安全总队 都是会把这个作为还编成教材 以前很多的中共研究里面 都要讲第五众队 我每次听他讲话 我都觉得没有办法 听到警总在跟我讲话了 所以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我以前采访民进党委员 包括这个蔡同龙委员的时候 那时候他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他的助理我们在这个写新闻稿的时候 问他们一些相关的名词 一提到国防部讲的第五众队的时候 蔡同龙他就说不要说这个名词 那是以前老讲在用的啦 他那个是在讲老共 就是跟共产党用这个 跟我们的调性不合 所以没想到现在出自沈柏阳 让我回想起20年前在采访新闻的时候 原来他就是这样的口吻 语不惊人死不休 但是呢完完全全有没有根本 有没有根据 没有根本 没有 但是你就炮制了一个东西 后面你再来改口的话 然后又讲的好像似似而非 好像跟你云淡风轻完全 双手一摊 好像没关系啊 但是始作用者不是你吗 所以我认为说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如果你有真评实据 有一些有本有料的话 那你就应该跟国安单位举发 而不是说看到黑影就开枪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好 宜峰 该讲的你现在你这个事情这么大 知识体大 该办啊 国安单位应该办啊 检调应该办啊 调券应该办啊 其实过去来讲的话 如果你有这种案子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消息 所以沈柏阳他今天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他前面说 这东西他两个月前就知道 但是他都没有跟别人讲 后来又说他觉得这个不重要 因为两个月前就有人告诉他 所以他觉得不重要 没有去跟情报单位讲 沈柏阳的话你要把他反过来讲 会不会是之前两个月前 就有情报单位的人 去跟他讲这个事情 不然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或者是他怎么会有一个嵌入口 去懂这个事情 所以他完完全全是把话讲反了 好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说现在有这个状况 你说要不要办 一定要办啊 因为陆委会的主委就讲了嘛 却有歧视 却有歧视 却有歧视你讲出来之后呢 你怎么没有一个单位把这些资料送给检调 现在来讲检调单位现在很怕办到这个案子 你今天只要有案 检杖没有介入 检调不会 我说实在啦 检调真的很难办这个事情 你说这个东西 从从头到尾 有没有一个具名的一个消息来源 没有吗 你今天有没有说一个完整的一个平衡报导 你今天来说你要一个立案 过去来讲选举的时候 什么事情 狗屁找不到事情都可以立案 反正先弄一个他之案 这事情为什么到现在 连一个他之案都没有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要把他这个东西给立案的话 你至少要有人去举发 有人去举报 这东西都可以 为什么到现在来讲都没有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 你这个大陆的媒体来这边的话 真的是非常可恶 当然严重 当然可恶啊 对不对 过去来讲的话一定会办下去 不要忘了 现在赖先生上来之后 他用的人都是国安相关的人员 你看调查局 调查局现在的新论局长 以前就是安全处的处长 对他最会办匪谍的 对他最会办匪谍 如果今天沈柏阳在两个月前 你真的知道这些事情 或者是真的有人告诉他这个事情的话 你怎么会不会把这个东西 你是民进党的委员 你随便叫调查局 或者是不会联络的人 把调查局的局长叫来 你叫办下去 会不会就是有一个成效 那为什么你没有办 你是不是心里也觉得说这件事情 不是真的吧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件事情根本没办得成吧 如果这件事情我们不要讲说他的情节 如此的完美 这个情节非常的巨细 非常的juicy 你只要其中有一趴 有一趴是真的就可以办 你只要其中有一趴就可以 如果有的话那就办下去啊 现在来讲的话 为什么北检也不敢办 市检也不敢办 因为这两边都知道说这办下去 会糗啊 这事情告诉大家 如果你最后要签结 如果检掉真的 真的摄入进去 你最后就算要签结 不起诉或任何的一个 最后一个结果 你要怎么写 大家试想 你要检察官怎么写 听闻有这件事情 问题是你手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去弄啊 而且重要是 最关键的人跑了 5月22号离开了 从头到尾 你看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有的话 你会让他跑吗 你在机场就把他拦下来了 甚至如果你从头到尾你都知道 他在开会的时候就知道 然后呢 开会的时候就介入 录影的时候呢 他会在现场 你一直摄进去啊 摄进去 两张巨货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试剂大案 当然试剂大案 你这个当然是很厉害的啊 问题是没有人敢碰这事情 因为你到最后的话 你就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收耍 好 重点来了 现在不敢用检调来办 但是呢 陆委会有说了 却有歧视 那陆委会是不是有个调查 我们现在就来看 你两个礼拜 四个礼拜 好了 最多啦 给你两个月 你总是要查个水落石出吧 我们就看他两个月后查出来 能不能查出什么东西 好 隋约 刚讲现在谁出手了 国家通讯传播委会 也就是我们讲的NCC NCC里面附件有报导 报导意就是 党政人士有中媒记者 肩负政治人物 另外就是 东南卫视 有两个驻台记者 遭驱逐出信 第三个是国台办 判以中国商业利益为交案 三篇新闻 可是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啊 最关键是你本来写的那篇 说有一个中国的记者 在本来要来台湾谈 谈要就是说 我要去买一个媒体买一个媒体的这个所谓的政论节目 而且在政论节目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已经进来了 不但在进来的时候 你在录影的时间 你还坐在旁边 甚至你还去跟记者 这个来宾讲 你的角度有问题哦 跑来跟NCC这个发函 完全曝露了到底这一场整个我们讲 王立强事件翻版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件事情跟我们讲 有台的政论节目主持人被迫道歉 其实是完全如出一射 你仔细看NCC姐说什么 他说 国内有中国驻台记者丁绍等情势 请贵会把相关会员的注意事项 把这些东西的情形回复本会 所以宝露他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根本不知道你有没有 但我希望你们可以干嘛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自证清白 还要所有的各大媒体自证清白吧 那我访问一件事情哦 因为这个毛都已经进去 民党现在很棒耶 以前好像讲的 你有左派你有右派 你有非常极端的这个法系主义 你有非常恶劣的共产主义 现在民党是把他两边都弄来了 第五中队他把法系斯那套弄来了 那现在这个 要你自证清白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还有天大地大 没有党的疫情大 爹青娘亲 没有毛主席 兰德青 这种东西也都搞出来了 自证清白他只有一个目的 他的目的根本不是希望你能够提供清白 而是要让所有的媒体产生 寒惨跟控制效应 为什么不是这样讲 我就讲很简单啊 请问一下他所定义的 到底你有可能卖台的基础是什么 第一个 你支持马英九 你说马英九的好话 对不对 这是他报导里面所陈述的嘛 再第二个是什么 你批评赖青德政府 这才是他真正的理文本嘛 是他把这两个标准定出来说 好我发案 请你们各个自清 到底有没有被中国监控 那可是我 我很喜欢骂马英九 而且我对马英九没有任何好话 可是 如果我想骂赖青德怎么办呢 所以当然处理你嘛 我也要被处理吗 对嘛 因为你是 不能骂马 你就整天骂中国 你就整天骂这些奇奇怪怪的 骂马英九 所以如果连关键时刻 如果连这么对中国有批判的节目 都有可能被胜痛的话 那其他节目会不会有一样的标准 那其他节目 我再反问一件事情好了 还敢不敢继续骂赖青德 还敢不敢继续支持马英九 不敢嘛 绝对大家全部举大旗 赶快我们一起来骂中国 我们来一起跟共同同赖青德 这才是他真正要落地嘛 那我现在在这来得及吗 真的来 背呼啊 赶快赶快 赶快转弯 所以各位这是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我要讲友台的正论节目 跟这件事情完全有关注关键性 因为友台的正论节目 他只讲了一句话 就说错了一句话 各位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吗 沈柏阳不是自己人 不能讲这句话 你不能说沈柏阳不是自己人 我坦白讲我们所有的媒体 到底连三例都不敢讲 沈柏阳不是自己人哦 为什么 因为媒体就是媒体 政治人物就是政治人物嘛 怎么有办法说 就是我们自己人 所以你讲了 沈柏阳不是自己人 然后下场是什么你知道吗 下场是什么 出征 然后把你打到必须要下跪道歉 必须要洗门风 不敢逆行 我不敢再逆向了 对 所以我讲这是过去 蔡政府跟赖政府 在这个节股点上最大的差别 以前蔡英文的手段是什么 蔡英文的手段是说 我用很绵密的铺牌 我细细的铺城 铺城到最后面的 我营造一场大戏 至少花半年一年 然后我干嘛什么事情 把你推上断头台 砸了 把电台关了嘛 对不对 蔡英文有夸子去做这件事情嘛 其实我们赖青的 你知道她是做什么事情吗 做什么事 干暗拐 我不敢 我不敢直接讲 我就干你暗拐 逼你说 那你必须要全部每个人自清 那为什么我说干暗拐 那我反问各位一个问题好了 25号到现在 请问有哪一个立法委员 有哪一个媒体 有哪一个有知名度 有公信力的人 敢直接点名说 就是决战关键 请问现在有没有这个人 目前没有 完全没有 半个人嘛 我们就是在等你嘛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他也知道这件事情 不能干 因为干了之后会被告 但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根本不是说 要把一个人 子虚乌有扣上罪名 而是我用这样的方法 吓唬你们 你们每个电视台 如果连东森 如果连关键时刻 我都敢恫 我看你们哪一个敢 不乖乖就犯 我要跟你吓 当然 跟你吓好楼帝 对嘛 所以我们就讲了 因为以前蔡英文是 我直接把台关了 但他现在是什么 我想要控制你 我不敢控制你 那我想要影响你 我也不敢影响你 所以我只好说一件事情是什么 把你泼脏水 把你抹黑 把你抹红 然后你说你不是自己人 马上把你斗成黑五类 请问一下 沈柏扬 请问一下 民进党 请问一下赖金泽总统 这样的做法 跟我们讲的第五纵队 跟我们讲的麦卡锡主义 有什么差别 好 回程 刚才讲 今天刚才讲 NCC来 他什么媒体报导 某电视频道的这个政论节目 你不是在NCC 你就拐 照样讲某电视频道 你就应该指明啊 你如果不指明 我怎么知道你在讲什么呢 有中国住台记者 每次叫我写报告都说 你要有具体的来源 要有具体的证据 你不可以凭空 你到底是谁 你不可以说是某某某 结果你自己给我的新闻稿是 某电视台 是 宝洁哥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有则改之 无则加冕 我们现在不是讲第五纵对吗 我们现在不是讲 我跟你讲 他一开始的讯息 我们现在回到什么 我想讲的 他说他有一两个月前听到 好像他们要介入我们的政论节目 那后来他有解释 他昨天有直播有解释 他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中间人是谁 我们就看到报头之后 原来中间人是一个中国的记者 过去从来没有这种状况 好 那我只是想问一下 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一两个月前 你就知道 有一个要弄政论节目 你不知道源头是谁 那你知道可能会受害的是政论节目 那你会怎么处理 如果你真的要调查 或预防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你一定时间跟各个政论节目说说 我们有这个讯息 你是不是 有没有人来接触你们 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有这个状况的话 要小心的哦 因为这个目前为止 中国是不可以在台湾 制播相关的节目哦 结果他有做这些事吗 完全没有啊 不是 而且最简单不是讲吗 今天这个赵博 你今天是一个中国驻台的媒体 你的一言一行是被注意的 我只要盯你赵博就好了啊 你只要拍到赵博 进出东正大楼 我就会狡达死狗了啊 是 那我现在整个为什么 而且我跟你讲 你刚刚不是提到 就是说 有台这段节目 只不讲一句话吗 就是说沈不阳 不是自己人吗 你知道我被出征的原因是什么吗 我只是问说 请问现在如果你两个月之前 知道的话 你为什么不举发 就是跟 陆委会跟那个 那个相关的单位举发 我只是讲这样 什么样不能被批评 我甚至没有讲说 你是第五中队啊 你什么完全没有 我只是一个疑问 为什么你没有做这件事情 结果我后来被 摸摸摸摸摸摸 摸到现在 我今天刚最新知道 我已经变成中共同路人了 你是中共同路人 我是被两家 清州媒体老板告的 结果我现在变成中共同路人 你这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 整件事情已经荒谬成 怎么样你知道吗 已经荒谬成 我们本来以为 罢圣上 得罪圣上是要杀头的 我现在发现 我好像只要质疑沈柏洋 我就要被冠上一个 就是清州 或者是一个红眉的一个情况 那我现在比较不理解的 一件事情是 第一个 那现在我们难道说 不可以质疑吗 我们不可以质疑 任何民进党相关的 不好的事情吗 不可以啊 因为你活在哪里啊 你活在台湾的 因为我活在自由民主的台湾 然后第二件事情 其实说一句实在话 你说那个反扩权法案 我还为了反扩权法案 我还上街头 我还为了当初 沈柏洋被推下去的时候 我还说 这样子杀了沈柏洋 这个其实沈柏洋 就是要去告相关的罪 我从头到 不是五月一直有人在攻击他吗 我从五月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攻击过沈柏洋 我现在所有犯肾上的问题 就一件事情 我只是请问你 如果你过去两个月之前都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讲 第二个 其实我现在也比较好奇啦 就是说如果 陈他昨天直播讲的 他真的也有把这个讯息 给PASS出去 那我现在就要质疑 相关单位喔 你PASS的是调查局吗 你PASS的是文化部吗 你PASS的是陆委会吗 如果这三个单位 哪一个单位有接到沈柏洋的PASS 陈如陈柏洋昨天讲的 他有PASS出去 那这三个单位的人给我出来 讲清楚 你为什么可以容许 第五众队 在我们台湾的政论节目 进行渗透 和我们这些不知道的人 莫名其妙 为匪宣传 变成是我们这帮共产党 来侵害我们台湾民主自由 好 后生 大家想这 右边讲 刚才讲他就是一条边 透过一个媒体说 我没有点你的名 然后去信 里面民事暗示 非常明显的就是案子冬生 案子冬生了以后 我们就由我们的国家的 这个行政院长类似 来挂拨紧说 而且特别是陆委会说 劝有其次 挂拨紧之后 刚刚讲到的 测意就生计释出了 测意就开始 刚刚讲就开始点名了 那你出来做解释的时候 你还被嘲笑 你还被羞辱 你只能叫什么 当你被泼粪的时候 当你被泼脏水的时候 当你被羞辱的时候 你在台湾 我没有想到说 我连回嘴 我连讲一句话的自由都没有 而且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 做到刚刚讲的 这个节目是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六礼拜天是放假 它只有一个电梯 这个电梯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监视 我们已经全部把它给 那个所谓的download下来了 第二个就是 我们问了所有的媒体 参与这个媒体的来宾 每个人都问了 你认不认识赵博 你有没有跟他接触过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有没有做电影 所谓的这个话 要求你 第三个 我们这里面有内容说 在马云九坊中的期间 要求我们自播了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都问了 第一个看 所有的来宾 认不认识赵博 都不认识 只有张晓华说 他跟他见过一只面 可是也没有在东征见过面 另外一个就是 他这么想说 在马云九坊中的期间里面 在国台办社会之下 要制作一系列 捧马的主题 很清楚 马云九坊中 我们没有谈 马云九经济良好 这种东西从来没有谈 这样的东西 都还敢炮制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状况 也没有那么复杂 自由现在说 你去问他自由 他可以讲说 我没有点名你 但是他当初的查证 他平衡 问的就是东森 他现在自己不敢认 那你最起码敢认一句 我讲的不是东森 这话可以讲 你至少讲说 我现在东森自己跳出来 你讲的到底是不是我 你要不然就讲是 要不然讲不是 你现在写了一个新闻 最后讲说 我没有点名你 这算哪门子报导 我自己跳上门 对要入座 你今天不敢 你今天不敢去负责任 你主要 我现在完全懂得张天青的 那个影射罪有杀伤力 多可怕 知道是 当你被影射的时候 你连反驳 你连辩解 你连说明的权力 都要从你的身上给剥夺掉 张天青没有关系 因为张天青 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最后也付出应用 但是你是一个媒体 对不对 你媒体的查证 你的查证应用在哪里 你那里面的查证 完全都进不起检验 那你现在总要还一个公道 你现在当初平衡市场 找东森做 那你现在至少就要讲说 要不然就是讲说 我根本讲的不是你 我当初是平衡多做了一个 我多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要不然你就是要出来认识 我今天是错的啊 那你今天的状况来讲 因为你做这个东西 结果后面被政治人物 这样运用 你的媒体责任在哪里 被政治人物一路去堆叠 一路去堆叠 然后变成是恐吓媒体 威胁媒体 媒体说我再也不逆向了 这些通通都是你一个报道出来的 你这个媒体的责任在哪里 自己媒体的自己的自我认知 自己新闻的正确性 你都完全都不顾吗 现在就装死 保洁我没有讲你 我从通话都没有讲 大家都说 我又没有讲你刘保洁 可是你把我东森的招牌给弄张 你把我东森 我不跟你讲的 我从小在通话街长大 我们是在杠桃长大 我这个杠桃被你弄张了 我还换个屁啊 不是你今天一个媒体 随便去这样泼张水 真的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尤其是说 你现在这况 你的官员又不断的引用说 我相信他们有查证 我相信他是一个 有公信任的媒体 就是你现在这况 你媒体跟政府在窗双簧 哪有一个民主国家的媒体长成这样 你去配合政府 这个很可耻啊 你怎么知道